不知不觉小郭这台坦克300已经跑了5000多公里了 提车了一个半月 那5000公里呢就该做手保了 我的这台车手保是免费的 那据说今天去这个V4S店呢 你保养的时候还能免费蹭顿午饭 那今天咱们就这个蹭饭之旅就开始了 那保养完后呢 要看一下它手保完后的真实油耗是怎么样 我们出发 车放这就行了 对你把车放在 然后把车上贵重用品 手机钱帮什么收一下 大概需要多久 保养的话应该在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左右 意有为这边 喂品牌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嘛 中午保养是可以蹭饭的 走 因为这个共创官有5年10次的免费保养 所以我手保基本上没花多少钱 但因为这个机油我选的是零W30 就是比免费保养那个机油稍微好了一点 然后补了一个249的差价 剩下的这次换的这个潜风囊洗涤液的一个密封圈啊 托付馆总成升级这些东西都是没花钱的 走蹭咖啡起来 您好帮我拿一杯咖啡呗 谢谢谢谢谢谢 作为车主这个羊毛咱们得耗全了 之前一直没耗上 可算买台新车不得耗一耗 这个休息区是长城跟卫是在一块的 因为这两家店挨着 顶上这个环境还不错是吧 跟那个赛店一楼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往里溜达溜达 看我电视 看到没客户餐厅啊 我是客户 养份 可以干饭了啊 我今天来这个长城被保养戴了个50的口罩 怪不得一帮人瞅我呢 完了还不让我这 不让我拍不让我啥呢 没事啊 现在一切顺利 就这个饭呢 就跟大学食堂吃的饭挺相似的 可定没有这个豪华酒店那么好 但是没必要啊 就咱们这个人家给饭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这个味道还可以 就是家常便饭还有肌肉 所以跟媒体第一次来赛店掐饭啊 见证了 买车之前从来没来赛店掐过饭 没有掐饭的机会 这次被人充值了两份饭 一会儿给他好好说一说 趁着刚保养完咱们测试一下它的实际油耗 关于我这台车的油耗我开了5000多公里 我心里感觉应该是12升13升左右 平常我就在北京这个市区里开 但是呢有朋友说说这个你手保完油耗会下降的 那咱去试试呗 今天北京外面的气温大概是6到17度左右 那现在的气温是8度 然后我空调调到22度自动 我用的是标准的驾驶模式 那躺克300在月专家模式里面有一个经济模式 那个经济模式我曾经上下班开到过一个9.7的表响油耗 但是它那个经济模式吧 你开着非常难受 因为降挡实在是太慢了 一直在拖挡 那我觉得正常开咱肯定还是标准模式对吧 那咱就标准模式测 那现在我这个行驶数据也清零了 油也加满了 待会儿同样的加油枪 咱们再加满跳枪 看看它的实际油耗 手抱完以后是多少 给您做个参考 怎么说呢 这个结果稍有点意外 我们今天正好跑了200公里 然后有一半是在五环上跑了 走了大半个五环完全没有堵车 剩下有100多公里呢 是在普通的城市道路 然后有红绿灯那种 因为北京现在刚过完年呀 也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 所以我的平均时速是36公里每小时 而表显的油耗是10.4升每百公里 而刚刚加油同一个枪跳枪实色是10.1升 这几天开5000多公里 我觉得我的油耗应该怎么也得10.3吧 但是我保养完以后 它现在至少实测是10.1 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充值了 其实没有 实际测试就是这样 那也证明了这台硬盘越野车 很高性价比的一台车型 它的油耗表现10.1升真的是非常不错 开了5000多公里 我对我这台小坦克的感受还是挺多的 那你们首先肯定想听它的缺点对吧 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车有一点异响 那集中发生在壁柱这个部分 我猜测是胶条的异响 我也跟群里的其他坦克手有交流过 那在你过一些减速带 或者说越野大的颠簸的时候 壁柱这里胶条跟窗户之间 你能感受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个挺烦人的 不知道后续这个会不会严重 那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五钥匙进入 锁车很方便啊 你看这个小方块 碰一下就锁上了 但是你要是开车门 那就有讲究了 正常啊咱们男生这样开车门 没有用 你不能碰这个小方块 你要把手放在这开车门 也没有用 你必须得不能碰前面 在后面 这才能打开 最开始啊我就觉得 我这五钥匙进入怎么这么不好使啊 很多次都上不了车 后来咱发现 你必须得是这样呢 它才能打开 那除了这两点以外呢 还有它的车机系统 这道车机功能真挺多啊 但是它这个界面吧 横滑竖滑挺复杂的 有的时候你想找一个东西啊 得想半天 而且呢 前阶段北京特别冷嘛 我冬天早上坐进车 刚打着车的时候 屏幕的响应还是挺慢的 你点半天没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作为它硬派越野车 这里还是有一条常用的物理按键 比较方便 其实这阶段我开这台小坦克还是非常开心的 首先说坦克300毕竟是个网红车 这阶段我在北京开总是有人找我搭讪 小伙子 你这车多少钱买的呀 什么配置呀 T8索呀 还有次特别逗 我堵车的时候 旁边一个公交车的师傅跟我搭讪 我一看 嘿 这大哥也没比我高多少啊 当然了我也有满活的时候 有一天我停车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前面有棵树 当我就撞上了 我赶紧下车看了眼 还好树没啥事 然后你看我这个车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痕迹 但是擦一擦也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浅杠里面是有块钢板的 轻微的碰撞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总之我对这台车还是挺满意的 当然我满满意也不是特别重要 还得听听我家那位怎么说 我来说一说 为什么就是我就喜欢这个车 首先这个车我已经选择了它 选择了就得要喜欢 然后其次呢 我觉得这个车挺大的 你看这个头上面空间也挺好 平常拉五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那个后备箱的空间 我们既然要去滑雪呀 然后也是装起来特别能装 这个就是我喜欢它的女友 这我觉得就是大口不鼻 那之前咱花雪可都是开CHR去的 但也是绰绰有余啊 其实有点挤啊 有点挤嘛 那说明你该减肥了 放五个人肯定是太难受了 缺点的话我觉得第一个 它的实体案件太少了 我经常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想要的东西 尤其还有这个座椅加热板 它来的特别快 它一下就烫屁股了 感觉它这个座椅吧 不是很舒服啊 是吗 嗯 有点硬 这个后边 各定 各定 这一点也不舒服 坐上来吧 新车的感觉有 但是没有那种很舒适的感觉 大沙发的感觉 对这就差点 因为它看起来 一看就那种很舒服的 但坐上来就不定其然 嗯 那你开这车想不想成为一个乐圈中的女中逃捷啊 我这实力也不允许啊 胆太小了 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学就完事了 那行吧 就像你学象棋跟学编程似的 对 我这个编程现在有点厉害 今天写了一个程序叫韩淑琪 是吗 有点浪漫啊 这不愧就是二球吧 你快笑一扫吧 把门带上吧 出现吧 这车走了 你俩你俩一起吧 这车也给你俩啊 拜拜 快饭去吧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